李小璐和贾乃亮曾经被视为娱乐圈中的魔法夫妻,但自从李小璐的夜宿门之后,两人的感情也变得扑朔迷离,甚至多次被缠除离婚的消息。 而贾乃亮的助理也曾点赞李小璐不要脸的微博,但事后也只是声称是自己守华了,这也引起了李小璐粉丝的不满,而且李小璐工作室也举观了贾乃亮,联系方式也从之前的同了影视,变成了如今的私人邮箱,两人手中的结婚钻戒也不在了,双方对于自己的婚姻,似乎也变得不在意了,关系更是沉迷。 夜宿门之后的李小璐和贾乃亮也不在同况,但两人对甜心的爱,却未曾受到任何的影响。 前不久,李小璐还带着甜心,现身北京某游乐场,而此时的贾乃亮却在拼命的拍摄中,甚至还中暑了,李小璐却没有一点半语的关心。 近日,贾乃亮参加《花乐之城》中手语演绎,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,他太毅然粉饰两脚,不仅感动了自己,更是感动了现场的所有观众,甚至还引起了网友的共鸣,也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外卖小哥的感谢。 表演结束后,贾乃亮也映入戏太神久久不能自拔,他更是在节目之后更新微博表示,生活有苦有钱,希望我们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,接受采访时,还在自己的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,画着和李小璐的合影。 两人的离婚传闻也就不攻自破了,而获得李小璐和李小璐工作室授权的微博,李小璐全国后援会,也在隔天发文表态不看路人,不换爱人,始于初见,始于终老。 看来李小璐和贾乃亮的感情矛盾已经逼世前嫌了,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中,同样获得了贾乃亮和贾乃亮工作室授权的微博,贾乃亮影迷会,也对此做出了回应人一辈子如何,其实取决于几次重要的选择,愿你们做对那几次重要的选择,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模样。 看来贾乃亮已经做出了人生中又一向重要的选择,选择继续和李小璐在一起,不顾众人的流言蜚语,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,祝福他们,念则生宁,文中突片引用之反落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